中国电商巨破京东商城自主研发的大型无人机 从6月18号端午节开始正式启航投入物流市场 可以看到无人机机身全长7公尺 而且负重超强 最多可以载到5顿重的货物 在满载的情况下还能持续飞行1000公里 时速200公里 号称全中国第一架使用在物流运输市场的大型无人机 京东执行长刘强东 在微博上面兴奋留言 又在智能大会上大力宣传 带您来听听看他怎么说 京东执行无人机我们最正面解决的 不是给客户送包裹 我们正面解决的是天远地区 特别是农村地区物流成本高企的问题 京东货运无人机从研发到上线 只花短短一年时间 投入营运之后大幅缩短偏乡 和城市间的送货时间 事实上最近京东可以说是喜事不断 这礼拜的中国618年终购物节 京东就大赚1590亿人民币 交出漂亮成绩单 加上获得谷歌入股 又放话PK阿里巴巴 礼拼全球48小时到货 现在还有无人机加入物流运输 宣告电商科技大战正式开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兽